那如果你身上的这个Altennis Elbow或者是这个手镯 已经痛了很久 医了很久 看了很多人 他都还没有好的话 好 今天我告诉你一个小小的秘密 哈喽 欢迎来到Van Physio的健康小提示 好 今天我要讲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如果你身上的这个Altennis Elbow或者是这个手镯 或者是这个妈妈手对不对 已经痛了很久 医了很久 看了很多人 他都还没有好的话 好 今天我告诉你一个小小的秘密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一看到妈妈手就以为只是妈妈手 我们一看到Tennis Elbow就以为只是一个妈妈Tennis Elbow 其实有时候有20%或以上的这个原因呢 其实他是从我们的肩胛骨过来的 肩胛骨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两个翅膀那边过来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肩胛骨的附近 他有最少有三个肌肉 他是跟这个C5,Servical 5,Servical 6 第五节跟第六节的脊椎骨有关 然后这第五节跟第六节脊椎骨的神经线 都会跑到这个Tennis Elbow 还有我们这个妈妈手的 所以如果要真正的医治我们妈妈手的 第一你的物理治疗是要能够帮你检查你的翅膀 你的这个肩胛骨有没有问题 好 我们去到肩胛骨呢 我们通常会看三个大肌肉 三个肌肉 第一我们叫做Levitus Cap 然后第二个我们会叫做Infraspinatus 还有第三个我们叫做Romboid 因为大致上这三个脊椎的上面呢 它都会有一个神经线 Wish 神经线是控制我们的第五和第六节颈项的 所以当这三个肌肉有问题的时候呢 你就会出现好像妈妈手又不是妈妈手 好像Tennis Elbow又不是Tennis Elbow的问题 好吗 好 你学会了吗